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射手座朋友的八月运势 首先在事业方面 总体来讲是创建共赢升级实力 前几个月在职场方面 你遇到了竞争性的挑战 也连带树立了竞争对手 八月让这些事件结束吧 一是运用你的智慧 化钢阁为玉帛 因为职场中没有永远的敌人 不妨寻找全新的共赢模式 二是如果合作关系已经难以挽回 或者你已经被震荡出局 那么你要相信奇迹 因为全新的机会也将到来 工作内容或工作团队可能发生变化 需要你重新规划自己的时间 因为有很多琐碎和具体的事物 需要你去处理 但也进一步要求你绽放自己的才华 并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也是你的一次机会 坚持走过这一段 你会发现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因为你会看见整体事业的升级 金钱方面呢 总体来讲是勘紧钱包小心损财 八月要勘紧你的钱包 冲动消费或盲目投资 会带来金钱的损失 一是那些亲近和信任的人 可能会带给你影响 比如介绍给你理财产品 比如你学人家理财 这些都不是明知之举 二是你近期的购买欲望 也确实是相当的高涨 尤其是看不见现金进出的网购 好像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一样 但数字却是你真实的财产 情感方面呢 总体来讲是甄别桃花 看清内心 近期桃花比较旺盛 在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对方 或对方还没有明确表白之前 你的新门是不是已经打开 或陷入单相思了呢 近期的桃花 还是需要理智的做一些甄别 八月或许你会看到一些真相 比如那个人靠不靠谱 或者你们之间的信任问题 单身的射手做朋友 结识新人或开始恋爱的几率较高 但要当心出现误会 造成彼此的不信任 或因为价值观不同感到失望 已婚的射手做朋友 近期在工作中 结识的某位异性可能非常吸引你 甚至禁不住诱惑越过边界 但后不后悔取决于 你现有亲密关系的情感状况 以及你是否真的想清楚了 这段越界关系的走向 再继续